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杰姬就在前面 好险 这帮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 巧玲 你受伤吧 凶兽跑得再快 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 好了啦 今天辛苦你喽 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 通过这片树林 就是平溪村了 昏迷树门前 可以先去村里逛逛 有什么东西 是妖怪 怎么回事 这里明明在防护法阵内 不能让妖怪 是妖怪 我还在防护法阵内 有什么东西 我还在防护法阵内 是妖怪 在这边 我还在防护法阵内 我还在防护法阵内 是妖怪 的 是妖怪 我还在防护法阵内 平日温和的山野金怪 为何如此暴力 这是发光的果子 似乎蕴还很强的灵力 是某种灵果吗 从见过这种果子 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 光变亮了 总觉得好香啊 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 这果子来路不明 万一有毒怎么办 还好没咬破 这果子定非凡物 还是带回去 让爷爷静静一下吧 天师门师的结界一向可靠 但山野金怪却突然出现异常 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 外面凶兽越发猖狂 最近村子里 又侵来不少避难的百姓 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 就糟了 等一下还是在姐姐内 巡逻一下吧 彭大叔似乎不在 想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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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整天不务正义 这不是亲书吗 好久没看到你了 余沈 您自己好吗 都好都好 一切都好 对了 彭大叔去哪里了 老彭啊 我估摸着应该是去进货了吧 清叔 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他的侄儿托我捎来一封信 让我亲手转交 那他一般可得去几个时辰哪 要不你先在村里逛逛 或者晚些时候再来找他 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 大伙儿都忙得不可开交呢 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货了 清叔你有什么需要啊 婶婶我也可以给你便宜些啊 那多谢余沈儿了 瞧一瞧 看一看呀 凶兽 方才又除了腰 大概是有些累了吧 一定是因为这个 才一时黄身 可能是他 是 他吗 别再来 付任何新闻 放心 我没有吃的 你看 只是留下一个咬痕罢了 累了吧 我们到家喽 爷爷 您做什么呢 孙女 借住了啊 我记着了 我的腰啊 您怎么又活动起来了 韩大夫吩咐 您这阵子要少走动多休息 何况是搬这么沉的坛子 我想着 这小坛子能有多沉啊 还是大意了 不服劳不行了 孙女 你们一路上没有遇到凶兽吧 我有巧鳞 凶兽追不上的 不过 村子附近原本温和的金怪 似乎突然魔化 变得暴虐了许多 贱人就攻击 天师门的那群黄皮子是干什么吃的 他们不是想来以村子的保护神自据吗 竟然吹牛皮 爷爷 话也不能这么说 要不是有天师门部的防护法阵 这一带的村子早就也被凶兽毁了 再说了 其他门派的防护法阵 听说也是天师门传授 所以他们才成为先蒙盟主 人家是有大功劳的 孙女 你怎么尽帮黄皮子们说话呀 你忘了 他们跟我们明术们水火不容了 爷爷 是我错了 不过 防护法阵运转正常 燕归谷中的草木精怪却发生变异 总之不太寻常 要是早个百八十年 我们明术门还风光的时候 早就把这些凶兽啊 妖怪什么的都赶走了 哪儿轮得到黄皮子们出风头 如今呀 这么多年 一个弟子也找不到啊 您别叹气 我相信明术门 将来会有重现辉煌的那一天 还是我怪孙女会说话 对了 爷爷 我在回来路上 捡到了这个 灵气逼人啊 这是什么宝物啊 爷爷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吗 没见过 没见过 但看着样子 肯定是比灵果还要强千百倍的好东西 乔灵啊 来尝尝 说不定啊 这个吃下去 你就能立刻飞升呢 乔灵啊 蕴含如此澎湃伶俐的果实 世间罕见 你不吃 可就太可惜了 我看还是罢了 巧灵是天生食食灵果的新灵兽 能不能吃 它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明术门就剩下这一只御灵 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好吧 既然这果子不能吃 那我还是去御灵园�摘些灵果 为了巧灵 好好好 去吧 好 好 好 城里又堆了好多杂物呢 等有时间了 要好好打扫一番 此时 不知御灵园 是怎样一番热闹景象 而如今 只剩下了巧灵 先把这个果子放回房间吧 撑 得想办法 多找些不同的灵果来喂 不过那只凶兽 应该还在姐姐附近徘徊 有些棘手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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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鲁莽了 还有一封彭大叔的家书要送 今日就没什么事要做了 不 不能妄自菲薄 做好该做之事 门派必有转机 这时候来送心 掌门 凌光师妹 怎么了 小事而已 我去处理 你等严守门派法阵 务必要保护神子安全 是 大概天师妹已经发现 有凶兽和妖怪在附近触摸 所以加固法阵 这法阵 似乎和以往的不同 则蕴含澎湃伶俐 想必一定有些来历 或许 可以写封信问问她 她也很久没来明术门了呢 也不知道 最近过得怎么样 黄大叔 这是您侄子送来的家书 真是太感谢你了 只是跑腿送信 严重了 哪有啊 这事都 外面一群凶兽窜来窜去 连修仙的习武的 也不敢在节界外逗留太久 你一个姑娘家 可真勇敢啊 我从小修炼玉灵术 虽然打不过凶兽 但是帮大家跑跑腿 还是有把握的 说到这个 明术门也是可惜呀 要是能再寻到几个仙兽 多来几个弟子 我这个嘴真碎呀 对了 彭大叔 我的碧海剑最近用的琴 正好也到了该保养的时候 想请您帮忙看看 当然没问题了 不过我这儿个体不够用啊 还得再去燕归谷找一些来 青叔 你再等我几日 怎么好意思让您亲自跑这趟 我去就好 不用跟大叔客气 最近 燕归谷中的妖怪有些不对劲 比往日兄弟许多 还是让我去吧 嗯 也好 那就辛苦情书了 问一下 姐姐内还有没有魔化怪物吧 好好好 还要多多靠你了 这些个铁 城市还真不错呢 小心说 稍等片刻 一会儿就得 嘿嘿 保管让你这碧海剑 跟全新的一样 那就多谢彭大叔了 所以呢 这小日子 没有七点 应该是红色的 一样 肯定好 我现在来 巧琳 巧琳 救人 巧琳 巧琳 不要啊 快帮我下来 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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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要不已经被我打跑了 哟哟哟哟 别哭喽 别哭喽 看看这个鸟 好不好玩啊 好玩吧 你是哪家的娃娃呀 你叫什么 我叫子秋 那我叫你小秋 好吗 这孩子的衣服上面有天师门的图腾 应该是天师门弟子吧 我们应该送他回天师门 不 我不回去 小秋 为什么 我再不回去 回去的话又要被关起来了 怎么回事啊 跟爷爷说说 那些黄 那些道士 为何把你关起来 他们不让我出去 每天都把我关在屋子里 老爷爷 求求你了 老爷爷 求求你了 别把我送回去好不好 那个 请说啊 姐姐 拜托你了 让我留下来吧 我从小就被关在屋子里 都没出去玩过 求求你了 孙女啊 天师门这干得也太不是人事了 你就不能留娃娃几天吗 你说你被关起来 关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关你 我 你个 小秋 到底怎么回事 你要是不说 我只能现在就把你送回去 别 别 好吧 掌门说我身子虚弱 需要留在塔里不能离开 从小我就住在塔里 从来没出来过 我知道明天是初一 是村子里集会的日子 没到这一时 就会很热闹的 可是我只能在塔里 远远地看着 不行 你们掌门既然让你在塔里静养 证明你身体很虚弱 或许换疾 若出事了就晚了 我现在就把你送回去吧 姐姐姐姐 求你了 求你了 我真的没事 掌门也说过 我只是比寻找孩子虚弱一些 但没有生病啊 我给他拔过脉 脉相有些虚 但并无病态 这虚呀 我看也是闷出来的 不让孩子出来玩 这身体怎么能结实呢 姐姐求求你了 我从小到大 没离开过天使门 我只想像其他孩子一样 能玩一会儿 好吧 今天晚上 你就在我家住一夜 明天早上 我带你去逛逛集市 不过我们不能玩太久 等逛完集市 我再带你去天使门 好吗 如果你们掌门生气 我和你一起来训 好的好的 我都听姐姐的 只要能去集市玩 我什么都好说的 那说好喽 既然你身体虚 我等一下 做一些温和的菜 不用的 姐姐 你做什么我都爱吃的 好痒 这字是天 又似乎不是 姐姐 你先和巧琳玩 我去做饭 是错觉吗 感觉有人在窥伺着我 依旧没有神子的消息 掌门即将入夜 不利搜寻 现在是说这话的时候吗 来者是天魔众 倘若神子落入他们手中 到时候莫说我们天使门 就是整个人界 都会陷入危险之中 继续找 找不到 就别回来 是 掌门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我来 你去 你来 你去把这儿 我来 我来 可以用来做的 鸡蛋 去做铅 胡萝卜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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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